自爆患抑鬱拍藥 郭俊安勾善兒冷戰半年 郭俊安在台慶劇《致命復活》中 飾演被困十年的深山野人 回到香港之後 有計劃大復仇 演出就備受讚賞 絕對有望第四度裸死帝 不過拍攝期間 安仔就無法抽離角色 他就承認體力和精神都飽受創傷 還一度患上抑鬱症 要長期服食安眠藥 他又會把自己鎖在廁所或房間裏 所以半年以來 和太太歐善兒以及子女的關係 都非常疏離 歐善兒就因此去修讀心理學 希望幫老公擺脫抑鬱 而且一個人獨力照顧子女 讓安仔可以無顧慮地回復正常生活 我是見他幾辛苦的 這個劇是時間的投資 各方面是 我見他之前拍的劇是 要再 因為要做一個野人 要再付出很多的體能 心力 所有的東西 所以 我那時候也是不做他 我自己結束了小朋友 交換了學校 大家都肥肥巴巴 不要擔心 安仔為藝術甘願犧牲 絕對有望在今個月18號的班獎禮上 四度封閉